大家好,我是小甜心 现在呢,在香港全晚餐市场 香港现在天天下雨啊,很不方便啊 香港的情况好了很多啊 社交距离呢,也放宽了很多 之前很多朋友问我 怎么样才能过来香港上班呢 香港最低工资16000元 建筑工地呢,工资一天1500元以上 建筑工地工资高啊 但是很辛苦,白天工资1500元以上 晚上加班的话工资双倍 所以很多香港人很勤快 对于建筑工地白天上班 晚上再加班,一天只睡三个小时 一天上两次班啊 一个月能够赚8万以上吧 所以只要能够赤苦耐劳啊 不怕赚不到钱的 下雨天还在收纸箱呢 真辛苦啊 很多人想过来上班是需要条件的 只要你有香港身份证才能上班的 所以怎么样才能够获得香港身份证呢 香港现在推出了优才申请4000个名额呢 已经有3000人申请了 优才申请计划只要一年时间就能获得香港身份证了 只要符合标准啊 就可以 哇,这个大叔拉了一大车的纸箱啊 下雨天做什么都不方便啊 大叔是在考虑拉哪边比较好吧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专才计划了 这是通过香港公司担保应聘 在这个公司工作获得工作签证 第三种方法就是进修了 通过来香港读本科啊 硕士啊 博士课程啊 毕业后即可轻松流港了 最快几个月的硕士课程 不但可以提升学历 还能拿到香港身份证 香港每年有4000个名额啊 获得优才签证 主要是吸引高科技人才和行业优秀人才来到香港定居提升香港的竞争力 主要就是专业领域内获得的成就是否是香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 所以很多朋友问我怎么样才能来工作呢 除了以上这些专业人才计划外 只有通过正规的劳务派遣公司过来了 专门有劳务派遣公司在造人的哪里缺人哪里送 好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的点个赞点个关注 来播强烈推荐吧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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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